呃,so,来,大家,下午好 呃,下午好不啦,早上好对不起 ok,so,刚刚我不是问了你们吗 有没有人有,大多数的人都有 只有少部分的学生没有 那如果你真,啊,你没有记得到的话 你可以现在去那个网站 去为那个网站 啊,然后你download咯,download咯 当然啦,你也可以after class再download啦 但是现在你就要,啊,你就要screenshot咯 ok,啊,so,再来你们可以去那边拿soft copy soft copy,但是前情提要 先跟大家讲清楚 我的nota的里面的答案 是不会post在google drive的 也就是说今天这两个小时里面 我们会settle完你所有的题目 ok,我们会settle完所有的题目 这个大家ok吗 啊,这个sermina两个小时啊 我们会settle完所有的题目 所以,呃,如果你想要拿回那个答案 啊,你想要拿,你要,你要,你要拿到那个答案的话 is either,等一下你screenshot or either,你,啊,just,看回那个video 看回那个video都得到答案咯,ok吗? 啊,ok吗?so,再加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chapter 啊,我们来讨论一下今天我们要share什么chapter咯? 啊,basically今天我们会cover chapter1 and chapter2 chapter1 and chapter2罢,就是你们的那一个form3 chapter1 and chapter2 so,form3 chapter1是讲的kodatangan kwasabarat 啊,啊,你的chapter1啊,就是有像一个introduction 有像一个简介给你们介绍一下整个form3你会学什么 嗯,所以你一打开你的notes你是长成,啊,你是长成这样了 kodatangan kwasabarat so,你需要知道西方势力,everybody 你要先了解你的那一个,啊,啊,啊,了解你的那一个主题 ok,那我每次跟学生讲了 那你会发现到我的short notes哦,啊,我没有走到 因为我们这一次我们要做的东西是sajara team嘛 我们sajara team打算做的东西是我们准备short notes给你们 short notes是走mind map路线 可是我没有走到很mind map,因为就是说我没有很像 哇,很多个boxes像啊,因为我发现到有很多学生 不是很明白mind map是怎样用的,ok,大家,我在版上有些时候会跟学生讲啊 你要把sajara联想,你要,你把读sajara联想成一棵树 你在种树,你在种树啊,所以也就是说当你要了解那个sajara 你要背那个,不要直接背,不要直接拿起level数来背 你要了解sajara的concept,就很像种树这样 首先种树你要有种子吧,对不对,你要先有根 那个种子啊,那个种子种上去就会有根,生根发芽嘛 所以你这样知道你的根是什么 what's your roots so basically就是那个主题chapter one chapter one整个东西在讲着是什么 你chapter one整个东西在讲着 西方国家来到这边 西方列强,西方势力,来到这边 ok,当你来到,你知道这个是你的根的沟 我讲过要长成一棵树吗 所以这些是你们的那个什么 树,那个什么干啊,树干啊,branches啊,everything啊 所以你要branch out,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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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 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就是你要种棵树这样啊 然后慢慢长出叶子,长出果实 那些就是你的huraiyan哦,那些就是你要pay a point so basically你的form three chapter one 讲的是西方国家来到这边 and你需要知道为什么 1.1跟你讲啊,1.1跟你讲是因为 Kestabilan跟Kermakmuran 国家稳定跟繁荣 国家稳定跟繁荣 ok,国家稳定跟繁荣 那那个,那个nota是超级无敌 short的 我只是注重在certain topics that我觉得你们的考试可能会问的那个topic 对,因为毕竟我们两个小时里面 我要帮你们做练习题 要帮你们revision 我不可能revision one every single thing for you so我会cover几个重要的部分 example1.1这个部分 1.1这个部分,我会帮你cover掉你的那一个 呃,benditikan 啊,对,我会帮你cover掉你的benditikan 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稳定 国家稳定就是需要政府啊,法律啊 我不能rediplomatic哦 这个,这个你可以自己回去read through 啊,Kestabilan是指呃,国家政府稳定啦 政府稳定啦,啊,我lack了 没有吧,我lack了 你们不要吓我咧,如果我真的lack了,你们要跟我讲 等一下,我做什么adjustment 我真的lack了咩 等一下啊 噓,我关掉再开过 噓 啊,你们bear with me啊,因为今天我在 我在家教 他lack了,我也是没有办法 你如果真的lack了,你等下看回video啦,因为 因为只是lack一次罢了啦,ok的啦,should be ok 啦,ok so everybody,我们来快快的讲一下 ok Kestabilan basically就讲这里的政府 所以你们记得要回去读你们的政府 就是那个政府的结构 啊,是什么样的system 你还记得你们sutan,pambusa,penghulu 那种system嘛 啊,so basically就是那个system哦 ok and then next one over here 就是我们的法律 你记得 能够让一个国家稳定 就是有政府,有法律 undang,undang 政府,法律 瞬间啊,kestabilan so我们就写government 如果可以不是画三角形哦 你画三角形,所以你记得啊,是那个system 然后,你记得有undang,undang 再然后,记得有hubunganlua 懂什么是hubunganlua吗 外交 关系 这些都是我们的国家 啊,就是啊,我们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西方列强来这边呢 因为这些东西弄到我们国家稳定 所以西方国家对我们感兴趣 他觉得,哇,你们很stabil一下哦 又,又会跟人家建立外交关系 又有法律来保护人民 又有政府 不错哦 容易哦 就是steady哦 ok 然后,Kermak Moran 那,Kermak Moran呢 就 有很多东西啊 可是我会比较注重今天啊 我们的主题会比较注重是 Pendidikan Pendidikan 所以你可以回家自己读哦 你记得啊,这里有三个 上面这有三个中点 which I think is easy 容易 对你们来讲 然后另外一个 OK,Kermak Moran是指有钱嘛 Kermak Moran是指繁荣 啊 所以我们国家这边怎样繁荣呢 是因为我们有很多资源 啊,这个你们自己读哦 我们有Hasiu Bumi 跟Hasiu Alam 啊,so,资源 Hasiu 然后第二个 你记得 我们善于利用这些Hasiu Mamanfa Adkan Hasiu 所以我也是觉得容易啊 我们有很多资源 然后我们善于利用这些资源 第三 我们的System Economy 我们的System Economy 是很好的 第四 Intellectual 这个 才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重点 Intellectual是指知识 知识分子 OK吧 然后另外一个我会注重的东西是这个Factor Factor 嗯 Sorry Temper and strategic Intellectual Sorry,你为什么会讲Temper and strategic 你是讲Factor是吗 OK Factor呢,这个也是考试很喜欢问的哦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回去读哦 你记得我们是看时间 记得这个是要看时间 你帮我打一个星星 然后你帮我写阿伯 阿伯 阿伯就是看时间先 看时间先 所以看的是十六十几 十七十八还是十九二十 要看清楚时间再来回答哦 看清楚时间再来回答 啊 老师上风啊 没有我不是上风 我是B字铭杆 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们第一次看我早上教书吗 所以请你们 bear with me Sorry啊 所以我会这样的 我鼻子敏感 不是我上风 哈哈 OK 所以大家记得啊 这个Factor 为什么他们来这边 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个要看清楚时间 看清楚时间 因为不同时间 算不同的原因 OK 然后第三个 你需要知道这些国家竞争哦 啊竞争有什么国家来哦 啊有葡萄鸦人啊 西班牙人啊 葡萄鸦人 啊英国人 啊你的啊 啊法国啊俄罗斯啊这些国家竞争 这个我觉得还好啦 这个我觉得objective可能会问 objective会一点点这样子 OK 然后要小心strategi 小心strategi 因为有一些学校有考哦 啊有些学校有考哦 strategi你记得啊 他这里主要是跟你讲strategi British and Barrett British and Berlander sorry British跟Berlander用的方法是什么 Berlander会比较暴力一点啊 啊粗暴一点啊 Blander就是直接那种 Berlander啊 啊所以 Berlander Berlander跟那个 直接就是attack你哦 然后你的British 就比较多元化一点哦 因为人家比较 你知道吗 比较conservative一点嘛 啊conservative就是比较 没有这样直接啊 比较保守型的 保守型的意思就是 但是他先跟你这样打太太一样哦 又跟你什么 manipulasi啊 有一大堆东西 那些strategi啊 啊so everybody chapter one basically就是这样 chapter one basically就是这样 可以吗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so everybody chapter one 我已经给你们讲了 你们的重点要读什么啊 这个是读那几个国家 我觉得这个还好 呃factor要读 呃这个我会给你们 go through intellectual and strategy strategi这个你们也是要自己go through啊 but我先讲有些学校开始有问strategi 所以不要小看strategi 那个strategi不是叫你去解释 而是你要知道 英国跟荷兰到底用了strategi是什么 啊他们很喜欢问你的 就是要你比较啊 或者是问你 英国人用了什么strategi 请你给我一些example解释一下 啊then你就要跟我讲他们签和约咯 pergengen 呃roll你记得他们manipulasi哦 啊verlander是荷兰哦 葡萄亚人是葡萄亚人 葡萄亚人也是有 可是葡萄亚人只是用一个strategi 吧吗 attack surround physical portuguese是葡萄亚 然后你的verlander 啊是荷兰 啊所以是不同的国家 可以吗 ok啊 do you need to remember the mark suit for the strategy I will say 他还好 还好 啊就是说他就是ok example我讲的啦 就算是他他normally问也是问一两个mark suit 吧 因为他要你讲嘛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配那种pergengen啊 那种就是british and verlander都有用了咯 british and verlander都有用咯 你明白我的意思啦 你配那些mark suit example 我会配vergengen的mark suit 我会配pakatan的mark suit 我会配manipulasi的mark suit哦 就配那几个啦 因为我这里是可以重复利用嘛 所以study smart not study hard啊 当然啦 你夹第一次考试 如果你配得完就配得完啦 啊是好事来的好事来的啊 ok everybody 这里哦我需要做editing啊 因为我这里写错啊 ok 我这里写错啊 everybody so is it ok to rewrite down together chapter 2 主要是讲着你们的NNS 对不起 我这里真的是完全错到完 我太过错了 对不起啊 可以帮我割掉它吗 所以帮我写一下啊 british and verlander NNS negari negari NNS是什么 negari negari是什么 来你们告诉我 chapter 2 chapter 2是negari negari selad 对 NNS 来大家好教你们讲背啊 negari negari selad 其实是在讲哪三哪几个种 NNS negari negari selad 啊 哇有人跟我讲SPM 不错哦 背到哦 这个办法不错 你知道以前我们是讲背吗 我们是背PMS PMS是like 你要背SPM也可以啦 可是 OK NNS 你记得 NNS 我教你们这样背啊 因为你们应该学了 你们是不是学了很多那种 Negari negari 那些 第一个首先这三个州 你看你记得 一二三三个字三个州吧 三个字三个州 NNS三个字三个州 第二个东西就是他们没有大王了 这三个地方都没有王了 没有自己的书单 也就是说他们是被某某个政府管的 所以他其实就是你们的什么 啊对 你要讲SPM也可以 你要我是写PMS 因为我要 我要你们记得 Penang先 But you want to memorize SPM no worries Good idea good idea SPM容易被哦 啊 So Penang Singapore And Melaka 准确的来讲那个顺序是这样 准确来讲他的顺序是这样 OK 准确的来说 Penang Singapore Melaka Penang Singapore Melaka So Penang的故事 大家应该对这个东西有印象是不是 嗯 所以记得哦 Penang其实是属于Keda的 所以他是没有大王的 也算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再加上他是靠近沙拉 Melaka 所以大家对这个有印象对啊 谁去占领他啊 什么人啊 那个人去骗那个苏丹啊 啊 那个人就是你们的 Francis Like FL 所以记得哦 啊 你要记得那个故事的主人公 啊 你要记得故事主人公 你就慢慢会relate relate 记得像一棵树这样 你需要自己的那个种子 然后新加坡 新加坡是你们的Stanford Raffles去吗 啊 然后Melaka Sefer Raffles去找你们的Johol 然后因为他们在签合约的时候呢 你的荷兰人就出来哦 啊 所以其实你的新加坡跟Melaka算是 算是 啊 算是 一起被占领的 啊 算是 算是 因为你的英国人一个那个Johol 签了新加坡过后 你的荷兰人就去找找英国人了 然后你的荷兰人就跟英国人签合约 就拿到了你们的Melaka OK 说来Johol 2.1 来大家帮我改一下 OK 这个整个东西是错的 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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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2.1 2.1呢 我们学的东西是 Polosa Guasa Polosa Guasa basically 就是扩大实力 你需要知道 Binem Melaka 新加坡这3个是怎样被占领 你需要知道他们是怎样被占领的 整个过程这个process so basically 这是那个process which is等一下 我会跟你们一起go through 这个东西 等一下我会跟你们一起go through 这个东西 OK 等下2.2 2.2就是那个Polosa Guasa London 一八二十年 你需要知道签了这个合约的后果 你需要知道签了这个合约的后果 so 我帮你们写一写 Berjaja London 这个很重要 我帮你们打星星 Berjaja London 是谁跟谁签 你的British versus British 和Berjaja Lond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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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得British和Berjaja London 和Berjaja London 你需要知道英国人谈有什么条件 你的Berjaja London 你的Berjaja London 有什么条件 你记得B 你需要知道Berjaja London 你需要知道Berjaja London 之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中午他们会合约去签合约 啊 为什么他们两个会签合约 一定有一点原因的嘛 所以你需要知道那个前因后果 全面的理由 为什么 为什么你英国人 英国人和荷兰人签一条约 然后签了合约 他们谈了什么条件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咯 什么意思叫一样的D 什么意思叫一样 一样的D是什么意思 My dear 我看不懂你的拼音 sorry 什么意思 后面两个字我不是明白 要一样的 什么 要占领土地 啊 啊不是 你们忘记好吗 你的英国人想要占领你的新加坡 你的英国人讲说 新加坡是属于我的 因为我跟你在Sudanjo前合约 你还记得吗 before他们前合约之前 他们有 他们有各自的理由 对吧 你们还记得吗 before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要需要知道 before他们前合约 因为前合约就代表是他们双方同意 也就是说一开始他们两个人 是不爽对方的 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两个人 不爽什么东西 然后签合约的时候呢 他们也有谈条件嘛 你要记得你英国人讲什么 ok 荷兰人 我会把什么地方给你啊 对不对 我会给你一个地方 啊 然后我答应你 我不会去去去去去去去 动你们的那个Indonesia的土地啊 所以也是有三个条件三个条件 总之你要去读就对了 因为这个我来不及给你们 cover 在你啊练习题里面 不是 就是在Nota short notes里面 你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这个2.2 2.2很重要 这个背了啊 这个很重要啊 需要回去读过一轮啊 明白 嗯 所以我我没有给你们写完 因为我还是我需要你们自己去 啊 读 这样子才有那个啊 你才会记得啊 然后next way就是1 2.3 来2.3 2.3就是什么 英国人 成功的拿下了NNS啊 三个州了之后呢 他成立NNS 本本都干NNS 就是说哈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别人讲啊 一开始你英国人占领Binang 占领新加坡 占领美拉克 每个人是每个人 就是每个人的管理方式的不同 有些人是用government 有些人是system resident 啊就是romley burger style 就是你管你的 我管我的 他管他的 三个不同英国的管理方式 说乱七八糟 然后你英国人家来来来 快快快快快 啊这个是你的mcdonald system 嗯 mcdonald system 就是把他们合为一体啊 你先把面哦 合为一体哦 成为一个政府哦 好 说这个 也是一样 1.3 2.3 2.4 2.4我其实讲真一句哦 呃 呃 我会比较注重这个2.4 等一下啊 我的2.4的那个 题目 我会比较注重这个哎 我会我会鼓励你们读2.4哦 因为2.4在讲是怎样管理NNS 啊管理NNS 所以这个你们也是要回家读 大家 记得吗 你的英国人 combine 和NNS过后 你们还记得原本一开始我们是在那个Bajaba India的 你需要知道 你需要知道一开始 我们是Under Bajaba India 印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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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印度公司有很多的问题 啊 没有能力 地带满部门大 没有能力 他没有管理 没有能力管理好我们 所以 我们换去 Bajaba Dana Jajahan London 这个 也是一样 你需要知道 在印度公司管理的时候是怎样的 然后我们一个过后换去那个 英国伦敦的那个office 就是我们直接被英国人管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 Why 你需要知道为什么 你还记得吗 你的印度公司 把你的NNS当成是一个Tempat Banduan 把所有的罪犯丢过来 然后开始要我们用那个Rupee的钱 然后原本讲好的 这个是Pelabuan 不用收碎的 现在要收碎 Right 记得吗 我们要 That's why他们才会不喜欢这个Pajabat India 他们才会换去Pajabat Dana Jajahan London 我个人会觉得这个东西 你们自己要go true 所以我打信息给你们了 OK So everybody You can see your short notes right now 来现在我们都要快快去看你的 Shot notes 我们大家要快快去看你的Shot notes 等一下 My dear 刚刚我已经一开始的时候讲了 Chapter one 的Strategy Right 这个Strategy的意思 我刚才讲了吗 OK 谢谢 我刚刚有讲 我有解释 Strategy的意思 Right 你可以背 可以可以 没有讲一定要 This one To be honest 你问我要不要背 我跟你讲一定是要背 对不对 问题是在于你背不背得玩吗 So我跟我学生 我刚才有讲 如果是我 我会选择背 Manipolacy Perjanjan Pakatan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东西是可以用 可以 就是很像Perjanjan 跟Pakatan 它是可以用在 British跟Berlander 的那个Dafini 那个Maksud 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有很多Strategy 但是你是不是每个都背得完 你背不完吗 你背不完的话 你就选你只能做出取舍 So我的建议是 像Strategy Manipolacy 是British 最喜欢用的 然后Perjanjan Pakatan 这两个 是可以用在 British 和Berlander So不管它是问你 British的Strategy 还是Berlander的Strategy 你都可以写 Perjanjan 跟Pakatan So我会建议 你背这几个 意义 好过你背完 但是如果你可以背完的话 当然了 因为Objective也是会问的 大家不要忘记 Objective是所有 你课本里面的东西都可以问 OK So everybody Righ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about 你的format OK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OK啊 有什么问题吗 For Chapter 1 and Chapter 2 OK吗 明白啊 那个那个那个 Strategy的那种 其他人如果你有没有OK 你们 just press 1 The rest of you also the same thing Hello 有些人没有跟我讲话 假假在那边 有些人 OK啊 OK So everybody Let's talk about the format 我跟他们讲一下你们的 format 那因为第一次考试哦 不同的学校不同的 pattern 啊 有些学校就考很 有些学校的第一次考试 很像是一个 test 这样子啊 只有 objective啊 structure啊 啊 可是有一些学校是走 full format的 所以什么叫做 full format呢 啊 Exam format sajara 然后你记得 full paper Full paper就是说这两个小时里面 你要回答三个部分 A B C bargan A是什么 20题 objective哦 20题 objective 20分 然后第二题啊 bargan B bargan B 是四题 structure 四题 structure 里面啊 你每一题啊 四题 structure 你一题十分 然后这十分是怎样分配呢 normally是A B C 然后这里是有两分 四分 四分 明白我的意思 说这四题 你都要做完 我是讲 full paper 所以这个取决于你的学校老师 第一次考试 因为真的讲不准 有一些学校是 full paper 现在据我所知 SK是 full pap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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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学校是 full paper Full paper就是 essay哦 可是有一些第二次考试要来了 试试有两题 试试 你只需要 answer one 一题就好了 然后一题 总共20分 ok so这20分 也是一样 8分之abc so他有可能是688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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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分配 688 啊 啊 啊 或者是 等一下 啊或者是 686 等一下写 6868 我有写错吗 啊 sorry 可能呢 是468 sorry我数学变差了 诶 等一下写 668 我在做什么 对不起啊 头脑not functioning啊 668 668就是说12 12820哦 可以8分哦 嗯 可能是走这个路线 这个这个啊 这个路线 或者是686 686有可能的 ok 老实说我们都得80分 都得80分哦 对啊 20 20 20分 40分 80分啊 202040哦 你这边40吗 然后这边20分吧 1乘20 所以这里就60哦 60再加20条 决定80分哦 所以你总共是80分吧 然后你还把它变100 如果你的功课分 就把它变90 所以如果你的老实讲是80分 的话就是这个 format ABC哦 so far ok 所以各位 我为什么要写出来给你们看啊 我写出来给你们看的意思就是 我要告诉你们 你们的独立山 你的writing paper很重要 所以你们语情一直去背背背背背 不如你们看题目一下 我觉得你们是你们太习惯背啊 背就是说拿着那个nota 一直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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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没有写重点出来 你没有分人的嘛 你没有写重点出来 你没有分你写很长 一大堆废话 讲到有些什么 没有用啊 因为只要你没有写到重点给我 你没有写到这些key word 很像 很像我问你 什么叫本的 你没有给到我key word 这没有用啊 你没有我的意思 so大家来 我们可以快速的go through 这一个啊 我们的那个nota在这边 我们nota在这边 然后等下我们再一起做点题目 哎呀 很讨厌我的比赛 sorry啊 我会一直关开一下子我的身影 因为 毕竟样 ok来大家 are you ready? so you you remember啊 今天我们的focus不是on 不是on teaching 我会more on focus on 可是我还是会go through 这个nota with you because我发现到有些人 真的是看不懂哦 有点blahblah 不是很会的 没有关系 我来教你 来 everybody 我刚才讲过我的1.1呢 1.1我们在讲的是 Costabilite Cermat Moran right Costabilite 因为太简单了 那个政府的东西 我觉得你们会的啦 什么government啊 system raja 那些东西很容易的 然后undang undang也是容易的 就是简单跟你讲 我们有两种undang undang 就是undang Bertulis kermat Moran 其实指的是繁荣啊 又做么的 所以自己的繁荣啊 ERC 指的是繁荣喔 那繁荣 在这边你记得我们其中一个条件就是 除了做教育之外 你要有知识 所以我们的 就是知识分子 你需要知道 知识分子是怎样来的 首先我们需要受教育 所以你要读书 受教育 受教育的话 我们有两种教育 受教育的话 我们有两种教育 一 就是 二 一样了 到法兰也没有关系 我们先讲 因为主要是 主要是 普通人 你和我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的解释是什么 我讲过的 是一个 或者是 就是启蒙教育 启蒙教育 就是说 你正式去学校上课之前 你在家里面学的那种基本礼貌 我们讲过 所以你记得是你的爹地妈咪教你们的 所以你记得他们学 教你那些技能 教你那些技能 爹地妈咪教你什么 教你这样 要穿衣服 自己煮饭 肚子饿 煮饭一面吃 对吧 第一次大家都是学 学这些skills 爹地妈咪要家里的人教你 不一定是爹地妈咪 可以是家里的任何人 所以你要明白 那个年代的人 他们是 学这些技能 例如 种植 抓鱼 是什么 所有的 手工的 制作的东西 例如 如果你爹地妈咪是木匠 他就会教你木的东西 雕刻 对吧 木匠做的东西 手工艺品 所以记得 都刚是那些 professional 在某些技能的人 很pro in 某些技能 某些技术 例如 都刚 咖哑 都刚 麻萨 都刚 麻萨 是什么 厨师 煮饭的 都刚 咖哑 是木匠 对吧 都刚 这些 专门 professional 然后他教你的时候 拜祖先 拜拜的时候 不给这个 对吧 所以那个 就是 你的那个礼仪 对待人的那种礼貌 然后怎样 叫朋友 怎样 说 hello 然后 照顾你自己的自尊 所以通常他们是怎样跟你讲 因为你记得 他教你的这些东西 都是 table manners 风俗习惯 所以他们都会通过 Bantun Shael Pribasa Bantan Laram Jerita Yam Babantuk Teladan Bangajaran 他通过讲故事 通常都是讲故事 Bantun 明具精华 借鉴人家讲过的话 人家会讲 你懂 以前的人讲 以前的人讲 这样子 他们都会用这种方式 来跟你解释 嗯 这个是普通的 就是general的解释 如果他有特别强调是 Shabha Sarawak的话呢 你就要解释哦 Shabha Sarawak的观点哦 Shabha Sarawak 因为他们土族很多 他们的民族太多 你们如果 那些有上我的normal class的话 你们就应该知道 我们刚刚进chapter5嘛 所以我跟你们讲过 Shabha Sarawak有很多土族 很多民族 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信仰 嗯 他们每个人有各自的信仰 你看到吗 呃 Shabha Shabha Di Aja Kamahiran Malui Cherita Lisan Buketan Di Amalan Di Kapitian Turun Demurun 嗯 Shabha 会教你们这些技能啊 就是可能 拜神 或者是那些 总是那些skills And then 他们是通过讲故事 然后这些故事 都是跟他们信仰的关系 就是example 像他们在教你的时候呢 他会跟你讲那些故事 然后这些故事 都是跟你们的 你们的呃 那个民族的传统习俗信仰有关系的 啊 这一般人呢 就跟你讲哦 我们做这个仪式啊 是为了要纪念什么什么东西 就一直讲哦 嗯 是一样的东西发生在Shabha Shabha也是一样啊 教你的技能啊 教你的技能啊 嗯 教你的技能 所以这就是教你skills哦 教你skills哦 啊生活技能 to survive to生存下去 那formal education guys formal education哦 虽然你的课本没有讲啦 虽然你课本没有讲是给谁读啊 可是你看都知道啊 Di Istana Maschid Panditika Pondok Madrasa跟 呃 Madrasa Di Istana Di Istana就是谁 给他些皇室贵族哦 普通人民也是可以去啦 普通人民也是可以去啦 可是这个就要看人哦 啊 因为以前那个年代 如果你要受一个正规教育 formal是正式的 就是要给钱的 多少是要给钱啦 就是有一些 要有点费用啊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机会 去受正规教育 OK 所以大家你们看一下 他们在哪里受正规教育 首先在I Istana Maschid Panditika Pondok 其实看到这边哦 看到这边前面这三个point哦 你应该知道我们是 他们的这个正规教育 focus on什么 focus on什么subject Hello very obvious very focus on Agama Islam 啊 Agama Islam 嗯 你记得咯 皇宫 皇宫就不一样啦 皇宫是皇室贵族去读的嘛 皇室贵族去读 可能会读一点不同的东西 但是咯 那种 你去Maschid 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 你们去Maschid 你去Pondok 你一定是因为Agama Isana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正规教育是走 嗯 啊宗教教育哦 注重宗教教育的 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教你这些哦 OK 我放大一点呢 嗯 Istana 啊 Badabiran 啊 他教你啊 如果你 I mean 这个是皇室贵族读 不是我们 皇室贵族进去啊 就是他们在皇宫会学什么 会学宗教 会学宗教 但是更多的是学怎样管理政府 所以会讲到Badabiran 你的Politik 会讲到Badabiran Politik 那么Maschid 跟Sura Maschid 跟Sura 就是教你们读那些 Badab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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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Touch Wid 就是那些基本的念经啊 如果你是始末 你是那种小孩子刚刚相信Islam 你第一次你不会念经的 你不会Badiran 的 所以他就教你啊 教你这种基本基本的知识 Badiran Badiran Touch Wid 然后教你读这些书哦 Hadith Fika Ussuruddin 这些都是那种基本教育 嗯 基本教育 没有办法你要背这些字啊 但是你不用特别去了解说 哎到底每一个字是什么意思 没有必要 因为他们都是Islam的书 Unless 你是Muslim 你就需要去懂哦 啊 到底Ussuruddin 据我所知道他们这些是基本教育吧 基本教育就是说你刚刚嘛 说Islam你需要知道的基本知识 That's why他是Maschid and Surah教你的嘛 然后Bondok算是小学 Bondok算是他们的Islam的 小学 所以你看他们学的东西是什么 他们学Al-Quran哦 啊 他们学Hadith哦 然后学阿拉伯语哦 因为他们Al-Quran是那个文字啊 独立上教育啊 是阿拉伯语mix是你马来语的嘛 所以你要学阿拉伯语哦 啊 然后Madrasa 哎Madrasa写下来一下 Madrasa是指大学 Madrasa是指大学 学院啊 大学学院 不要怀疑 对 那个年代已经有大学学院了 然后这个大学学院很专业的 他有Sukat班 Blajaran 有Class 然后有分高啊 啊就是初中班 然后中间班 然后有特别高级的班 就有分level了 啊 啊 就有分level 所以现在大学哦 大学的话是有分Sukat 但是指课程 就像你们有个Texbook 你们Form 3 Texbook 学什么 这样子哦 有分课程哦 Form 1 Form 2 Form 3 Form 4 Form 5 不一样的课程 然后他们有这个叫做啊 Jawata Gosak 王案去处理他们的学校的那些费用 所以通过这Peditical Formal 你可以发现到国语和独立校教育很重要 然后他们写了很多本书 然后后面全部都是啊 有一些 You know 就是跟你们解释啊 啊 有写了这些书哦 证明啊什么东西 证明啊 我们是有intellectual的哦 我们有很多知识分子哦 我们不愿意Ramai Chendekiawan Chendekiawan就是聪明的人 啊 都聪明的人 然后在Sarawa跟Saba啊 来 Sarawa跟Saba呢 也是一样啦 Masjid 跟Skola 然后Saba呢 就是limited Saba不多 很少很少很少 啊 如果你真的要学 你真的要你真的是问我老师 叫他们去哪里读书哦 去那个Ruma Guru哦 啊 或者是那个Surawa跟Bondok 就是他们真的是很少很少学校 很少很limited啦 嗯 他们没有这样这样注重 这个就是你们的intellectual 啊 intellectual 教育的重要性 然后他们会问你的 K-Bad就想问你什么 K-Bad就想问你 请问你们觉得这些教育重要吗 也不然他问你教育的重要性 再不然就是问你 Pendidika formal 你觉不觉得他应该 继续下去 你觉得我们现在要继续 Pendidika tidak formal 这是我们最喜欢的 但是需要还是不需要 需要啦 因为我觉得他才会你们 你讲 对吧 然后你再讲你就可以给我 你也可以讲说哦 他们也会学到很多skill哦 啊 考试只把看不懂题目 所以你我认真讲 就算是你看不懂那个整那个题目 那有些时候你们看不懂题目 很像很搞笑的 一个字不懂 然后你们以为全部不懂 可以不要嘛 明明就不是全部都不懂 你明明只是因为一个字 你不要全部 你不要每次看到一个字不明白 就不明白全部东西 啊 不要不要不要 啊 不要有这习惯 等一下我们try 等一下我们try 啊 等一下我应该是会直接给你们看 题目答案 题目答案哦 啊 我会直接给你们看题目答案啊 我觉得这样子好像比较方便 因为我上次跟他们一起写 然后我吃了很多时间 就是我会吃饭 然后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因为我发 我发现到吃饭不是很好 啊 所以等一下我会再给你们看题目答案 这样会比较快 ok 所以大家不要不要写哦 我们现在只是在这边highlight 来大家第16 16世纪 来大家factor 啊 ok 我刚才讲过了的嘛 factor 可大家当然 你需要知道为什么他们来 他们来的原因 你要看时间哦 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很多次啊 看 清楚 时间在讲什么 哪一个时间段 在讲的哪个时间段 ok 都有可能会问 都有可能会问 这个我讲不准 假如我放完给你们 都有可能会问 真的真的 我没有骗你 啊 因为以前以前我只是focus on revolucy 跟这个啦 然后结果你的老师出这个咯 啊 so 我讲不准了 啊 因为太多学校了 你们这边不同的地区啊 so that's why 我会给你们讲都重要 然后是容易备了 容易备了 来你记得16世纪 16世纪啊 就是他几个国家来吧 啊 我可以跟你很老实讲 真的 什么国家来到我们这边 葡萄牙人 因为葡萄牙来到我们的马六甲 然后你们的西班牙就去到我们的别的地区啊 西班牙去到菲律宾啊 我们佛佛会学他在菲律宾的故事 你和西班牙去到菲律宾 so你们记得16世纪还早吗 16世纪真的还早 所以你要用一个一个正常人的思维 哈喽 我第一次来到你国家 你觉得我直接来你国家打仗了 哇 啊对啦对啦 我们都知道这些西方国家都是野心啊 很大 很贪心 是要拿到人家的 拿到人家的好 只是要得到人家的 就是要拿那个土地 拿那个那个资源 可是我讲认真 你你出来炸到 你出来炸到你什么都不懂 你自己攻打人家国家吗 这样夸张吗 没有吗 一开始 一开始是走什么路线 做生意啊 所以你记得 他们一开始来这边是做生意的 嗯 都逻辑思考啊 你叫他去思考 叫你去背 你记得他们出来炸到 第一次来坐船来 这个是我教我的学生背的 你记得我我我我来这边就是要赚钱 做生意 shopping shopping 而且我要看钱吗 我要先知道你们卖什么吗 不然我直接就attack你们这样搞笑 哈 莫名其妙 哎呦 所以第一个 把人要没有啊 你要背的东西是要来这边 shopping买东西 然后他买的东西没有可能 example guys 我们 我们malaysian 我们已经有很多饭了 我们吃很多饭 每一次饭 然后我去你国家 我要买大米 你会特地去中国旅行 然后你买一大堆 白米饭 放在去你的luggage吗 你会买这种东西吗 No right you don't buy that why because那些你有了啊 那些你有了 所以你会买什么 barang mewa mewa就是这样 特别的 繁华的东西 special things 你下边你会可能会买茶叶 right 中国茶叶啊 所以你看 我们要 barang mewa derichina stay sutra tambika 逻辑思考哦 啊 没有难道的 你记得 你现在想象一下 你是那外国人 对 你想要占领 可是你要先了解 先嘛 we it's not like 靠近耶 不是像我们去新加坡 这样靠近耶 是很远耶 大老员来这里 然后你自己打仗 没有把握的指向打仗 没有的嘛 所以你记得 嗯 他想要买中国的东西 他来我们这边的其中一个目的是因为 他们的国家去中国很远 所以我们刚好在中心点 所以可以买到中国的东西 然后可以买到啊 这些香料哦 我们国家可以香料啊 啊 这些 香 这些 这些是什么 我们本地的阿拉马来游的东西 OK 这个是第一点 他们来这边是买东西的 买东西的 然后第二个 由于他们想要跟中国做交易 他们很想要跟中国买他们的茶叶 然后你的中国呢 又有一点要求哦 所以在这里呢 你英国人讲说 OK You know what 中国人要的东西全部都在我们的阿拉马来游这边 所以他决定想啊 他决定来这边是因为我们是中心点 然后在第三 我们这里是一个码头 我们是一个码头啊 可以给他们听靠啊 所以给你看嘛 然后可以得到水源食物 跟那些设备 这你们冯度学过的东西了的 啊 现在只是重复性罢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Christian哦 然后我刚才讲了嘛 你们西班牙跟Portugal 你的Spanol 的Portugal 啊 Be careful啊 Portugal 是指葡萄牙人 Portugal 是指葡萄牙人 等一下啊 等一下啊 然后你现在如果他问你 是国家 你要给我国家 这个Chapter 1 你要小心第一次考试的学生们 你要看清楚 如果等一下他问你啊 有什么国家占领过我们 你要写Berlander Britain 然后你要写Portugal 就要如果他问你是Negara 你要给我那个Negara名字 啊 小心啊 小心啊 水和食物要分开写吗 呃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Point 就还好 我觉得不需要特地分开 我个人觉得还好 I mean你要分开可以啦 可是我是觉得还好啦 哈啰 呃我会写Membergkau Ai da Makanan 然后另外一个答案就是这个 Komuda Membergikapau 这样子比较好啊 因为那个Ai da Makanan 太简单了 你们分不去啊 你们不要再靠这种小小东西 拿分OK 啊 写多一点没有事情了 OK 16世纪 看吗 那个逻辑思考就是 他们来的就是做交易哦 啊 因为一开始他们没有到 需要这样多资源 可是来到了17-18世纪 来到了17-18世纪就不同故事了 因为他们经历Revolution 他们经历Revolution 所以我们看到吗 英国 Germans Germans 看到没有 他们很喜欢问你的 请问哪一个国家 正在经历着Revolution Apaka Negara 啊 的啊 Malaxanaka 或者是 的啊 Revolution 的 Jalan 的Negra America 哪一个国家 啊 所以你要告诉我是Briton 不是British 啊 我我试过有看过人家写British 错啊 因为你老实讲我要Negra 你给我那个人做么 我又不是英国人 我要那个国家 啊 我强调了啊 然后你记得第一个国家 是你们的英国 Revolution 指的是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 什么叫做工业革命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什么是工业 工业就是 现在 这国家在做什么 大量生产 生产东西 所以他们就开很多工厂 所以你记得他们开很多工厂去生产 所以现在工业 就是开工厂 开工厂 生产 那么你要生产东西 然后你就需要很多的 资源 你需要很多的材料 原材料 我们讲的原材料 很像以上不需要那个锡矿 锡矿啊 啊 黄金啊 银啊 这些资源原材料 我们讲的原材料 RAW MATERIAL 所以看到没有 生产 你生产你要拿来卖吗 他可以赚钱哦 啊 你看 啊 所以你记得我们现在生产很多 所以我们需要得到那个 我们需要 然后要控制土地 所以我可以得到资源 好 可以得到资源 然后拿去卖哦 你记得 BASARAN BASARAN是指市场 Market BASAR 所以记得我们需要生产 生产了要得到资源 所以我才去占领人家土地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才是带着目的性 进来了 你记得这个时候 我们带着目的性进来了 我来你这边是真的要拿到资源 我来你这边是真的要拿你的土地 因为我看到那个市场 因为我在这里可以得到那个资源 我可以做了拿去卖 所以19 20世纪 他们就更加的aggressive哦 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什么答案 土地肥沃很多资源 土地肥沃可以种东西 很多资源 BJDMA 尔摩斯 阿 阿兰巴都 很多 然后你记得为什么要这样多资源 因为他们开始生产汽车 生产汽车啊 你汽车的打压是要格大的吗 然后他们开始做罐头 对吧 所以我是这样子背了 你记得 啊 都 啊 克什布兰 都 啊 对的 克什布兰 呃 达拿 克什布兰达拿是土地肥沃 就可以中格大 所以当我解释了中格大 我就在就会讲汽车哦 哈西乌 哈西乌不密就是我会讲蒙克地呢 嗯 然后有德鲁萨 德鲁萨是那个水斯的人造河 所以缩短的那个距离 加快那个速度 我们 后面是他的胡萝卜来的 你这些有分数了 后面这个bracket 你这些有分数了 然后你记得我们有 加把瓦 蒸汽船 然后你记得那些国家在竞争比赛 什么叫做竞争比赛 记得土地越大就怎样 记得土地越大 你得到更多的 声望 对 更多的尊重 人家看到你啊就讲 哇很减啊 不要乱乱来啊 不要得罪这个国家 明白吧 土地越大 你就越厉害 你给人的image是你很给 给人的印象是你很给 声望 对 山中的是声望 你的名声啊 然后people will look up to you啊 ok next one telegraph 电报 就他们可以方便联络 可以更快的加快那个速度 去占领土地 然后slogan 没办法不得哦 啊slogan 没办法不得啊 这个哦 他很喜欢问你啊 很多老师很喜欢问 就是说 呃 他会单独问你 就是他可能问你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factor 国家的k8就会问你哦 请问这个slogan 没办法不得 你们从这件事情上面学到了什么东西 所以你记得哦 我们不要被他影响啊 啊 我们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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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尽量想办法哦 啊 不要给这些外在势力影响我们 啊 就是好 因为你们学到了什么知识啊 就是说你记得我们要 不要被影响 然后你记得我们要团结起来 啊照顾我活的安全哦 因为我们 我们的人民就是很四分五裂啊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大家住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等下你呢 那个外国人进来讲什么 他这样 你看你的外国人讲得很好听 他讲我是进来帮你了 他讲你看我是在帮你们的 他讲你看我是在帮你们的 然后你的法国人更加坏 讲这个是他们的责任 他工作去改善我们的文明 Basically啊就是讲我们很noop啊 大家觉得需要我们帮 啊需要他们的帮助来改善我们的 Damadun ok吗 大家这个ok so basically this is your chapter chapter one so这个strategy哦 那你们啊 你们会问我的老师那个意思是什么 嗯 所以你记得我们有三个国家打过我们哦 我刚才讲的吗 啊 我们有三个国家 Portugese Berlander 跟British 嗯 我就不go true 我就不go true 了啊 ok 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蛮容易的 这个蛮容易的 哦 strategy guassabaret 我们strategy 这是他末术哦 ok 我们这个学生讲的 如果你可以背大碗 that is perfect 那么你背不到的话 两个到四个 minimum to maximum 这个大家记得到吗 minimum to maximum for so我会建议你们被 啊 manipolacy 嗯 Portugese 跟Portugese 是一定要的 我啦 我会推荐你们被Portugese Portugese 为什么 因为我都跟你们讲了嘛 呃 通常他们会问Berlander 跟British 可是很难讲啊 也有可能会问Portugese 可是Portugese 有一个strategy Portugese 从头到尾就只是 attack罢了 attack罢了呢 所以我 我不觉得他会问Portugese 所以我觉得他会问Berlander 跟British 因为至少Berlander 跟British 有用过不同的方式的 你注意看 你要study smart 你要study smart so我推荐manipolacy 是因为你的英国人 很喜欢用manipolacy Dessacan也不错啦 manipolacy是什么意思 操纵 找机会进去你国家 操纵你的国家 操纵你的国家 啊 操纵 manipulation 啊 找机会进去 进去你国家里面 就达到目的哦 然后 Ugutan Dessacan 听啊 Ugut Ugut 是恐吓 恐吓或者是逼迫你 恐吓逼迫 啊 恐吓逼迫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写 manakut akutan 恐吓啊 吓你啊 然后逼你啊 讲一大堆东西 吓你啊 啊 这个也可以背啊 不错啊 tipoela tipoela就是法西斯啦 你懂啊 然后Pajangia Pakatan 一定有两个 这两个国家 一定有Pajangia Pakatan的 第一 British Berlana就是 Pakatan的嘛 然后他们都是这样 前两月 Bajakan呢 是你的英国吧 英国占领你们的 Saba Bajakan Saba Bajakan是 ZuJ Bajakan是 ZuJ 他们通过 ZuJ 土地 慢慢一步一步 占领掉你的 Saba Saba 不是Saba ZuJ 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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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错了 Bajakan不是 Pakatan 然后Sarangia physical 所以如果你问我 刚刚有人问我 Maksud 要怎样背 我建议你们是背 我建议你们是背 这四个 如果你问我那个 Maksud 你背得完就更好 所以下面这个是 Chanto 所以你背什么 你就背那个答案 像Example 你背Sarangia physical 你就背他们两个人的 Sarangia physical 的Chanto 这是相对的吗 相对的 对应的 这是Chanto OK吗 Everybody hear you clear So I'm not going through it But now Let's quickly go through 这一个叫做Penang OK So我跟大家讲一下 那个顺序 怎样去读我的 Nota I will not go through the details 因为我觉得 我跟你们讲过 我要做练习题更多 So这个是 Basically告诉你 Penang的故事 那Penang的故事 一开始是长成这样的 你需要知道 Before 所以我给你们highlight先 Sarbello British Before British Before British 你的Penang是这样的 然后为什么 你的英国人 想要占领Penang 因为它可以 成为什么东西 So basically these are the reason why And这个是 Before Before British OK 就是英国人 在我们国家之前 是怎样的 Under水 control 被水管理 everything 然后为什么 三个原因 三个原因 Penang Penang 收集资源 码头 军事基地 成为军事基地 然后这个 这个就是在故事的开始 Sorry 这边 你已经知道 Why go 你需要知道 How Bentudukan British How So一开始是怎样的 然后怎样 Francis 来过来 So sorry 一开始是抢王位 抢王位 是你苏大去找英国人吗 可是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因为到最后 Gagal 你看我这里写Gagal 你的王 去找英国人谈判 就是说 可以帮我解决问题 可是到最后 没有谈成功 所以是失败 然后你记得 安加曼西安 泰国人的喜机 导致到你的 Francis 有机可乘 有机会进来 So that's right 到最后 这个就是 那整个 Process 故事的大结局 所以他是走这样的路线 所以他是走这样的路线 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是那个 Ending 我教你们怎样读 那个Mind Map 可以吗 Penang 来大家 新加坡 新加坡也是一样 你需要知道 sebelum Kuasa British Before British Okay Before British and you need to know Why This is the reason Why And then this is the How 他的Why Basically 在这边 Memelukat Penang Penang 这个是第一个 Point 然后第二个 Point 是因为 Kududukan Di Selatan 什么能够 Melayu 可以控制 所有的生意 可以控制 所有的生意 这个可以拿到 一份 然后你可以讲说 他可以成为 一个 Pusat Peng Pula Hasya Hasya Economy Alam 所以这里总共有 四分 这里总共有四分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们会想要占领 你们的新加坡 然后怎么样去占领 所以因为新加坡 是Under Johor的 所以他们先接近 你的 Temengong Abdul Rahman 去接近你们的Temengong 然后再来接近你们 Sutan 钱合约 所以这样他们是走 钱合约的路线 然后再继续 Manipulasi 这个issue Borisat 那个王位的事件 王位的事件 So你可以 read through the reason why and how 所以你看到吗 就是我刚才跟他们讲的 你度Sajara 你还有那个根 你需要知道你的根是什么 So这个就是你的 roots Ok 这个就是你要那个branches branches 然后这些就是你的 叶子 果实 whatever 就是你要种个树 所以你要把你的这些point 像种树这样挂上去 一个知识点 一个知识点 relate起来 然后重点是要写出来 写出来 所以等下我们会做练习题 来二点 这个Malaka Malaka basically就是你需要知道before 英国人进来之前是马六甲是被谁管的 马六甲是被谁管的 然后你需要知道 这个是跟你的 马六甲是被荷兰人管的 所以这时候你需要知道他们怎样 把他复杂起来 复杂起来 Facto 复杂 British Ok 然后他们签了那个合约 这个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那个三个条件 你还记得我刚才跟你们讲 你需要知道英国跟 你的荷兰人在签好约 签好约的时候呢 谈了有什么条件 三个三个条件 三个三个条件 and他的后果是什么 Ok Everybody 所以记得 他们为什么要合作 这个很重要 That's why他们签了那个合约 叫Berjaja London 签了合约之后 你需要知道那个合约内容是什么 and后果 后果 后果 可以吗 那个后果是 第一 你的阿拉伯来又分成两个地区 现在有英国人的跟荷兰人的地区 第二个 你需要知道马六甲现在是往往确确被英国人占领的 第三个 你的祝费料已经灭了 就是变小了 以前你的祝费料很大的 那个王国 你看你以前你的祝费啊 有占领你的马六甲啊 巴汉啊 这些州啊 可是现在没有了 巴汉自己一个人出来了 Katalatabang自己有主权 Riallinga是属于荷兰人的地区啊 然后你们的Jaw新加坡现在是属于英国人的地区啊 然后新加坡交给了英国哦 所以就算他们的王国就是变小了 不是灭亡啦 但是变小哦 没有像以前这样 Empire这样大大哥哦 Bullet Farm Everybody You are good Everybody if you are very good 等下我们来看练习题哦 OK 练习题啊 练习题啊 So Right now Let's look at the question 我们先写一题 I mean 我们先写一些些的structure 我们写一些些structure So at least 你有点点概念 怎样去做 OK 来大家 Everybody The first one here Chiri-chiri political moral 来大家 Apetitical moral不辣 我在讲什么 formal 哎呦 OK啦 Everybody What do you think 这是第几面啊 这是第九面 Right Double check一下 对 是第九面 Now everybody看到没有 我为什么要你们做练习题 因为你看啊 你如果你只是 你只是知道 Apetitical formal是在哪里 可是你没有 你不知道他怎样问你的啊 OK你看 这个题目在问你 Nya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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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ri-chiri political formal Mashara-kamp Malayo Ciri-chiri是什么意思 特征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马来人的正规教育有什么特征 三分 如果 来来来 Before我们写答案之前 如果 我先给你们讲 你们怎样回答 这种题目 其实你可以直接跟我讲答案的 因为这个叫Nya大干 就是你自己跟我讲 哦 哦 有些人讲 哦 老师在Istana 啊 你可以讲啊 Perditical formal Di Istana 可以可以可以 你可以自己写答案了 你可以自己写答案了 可是有一些老师是要你们写到 就是他要你们跟着那个题目啊 有吗 你老师有没有跟你讲 哎 我要开头啊 开头就是要抄题目 如果你的老师有叫你们抄题目 Example 像有些老师是讲 哦 你一定要跟着我的题目 Ciri-Ciri Perditical Formal 啊 如果你的老师有这样的讲话 你就做给他 你就写给他好不好 明白我的意思 Ciri-Ciri Perditical Formal Marshaka Malayu 啊 Di Laksanakan Di Istana Marshit 这个 可以 可以接受 啊 所以你讲到 Ciri-Ciri Formal Perditical Formal Di Laksanakan Di I Istana Masjid How do you know Ni Surau Pondok Damadrasa 然后各位 我个人觉得 你不用背完这些地方 你可以写 你可以背几个就好 因为这个其实consider 一分 因为你告诉我在哪里 因为你告诉我在哪里进行 所以我自己忘记加了一个字 Ada la 不过就这样奇怪 Ada la 你要告诉我 Antara Ciri-Ciri Perditical Formal Ada la Perditical ini Di Laksanakan 在哪里 OK 对了 你要告诉我的 特质是 以什么东西为主 Perditical Perditical Formal Ini Berjora Agama Islam 或是你自己写 Berjora Islam 也可以 就是它是 Islam 的形式 用Islam 的形式 这样子第二分 所以你可以讲说 你可以写 Oleh Itu Perditical Lebih Menitik Berat Ilu Ke Agama And 如果你们要 你们可以写 Control 好像我们比较注重 Alquran教你 Alquran的东西 我刚才不是 我跟你们讲 Alquran 那个什么 Hadis Faqa Ussuludi 可是我跟你们 讲过来 但是如果是 Ess 你只要写 例子 Example Control Seperti Mempelajari Alquran Hadis Faqa Ussuludin Berat 你只要写 OK So你跟我讲 他 Bercorak Islam Bercorak Islam 第二分 Loh 更加注重 Iumu Agama 第三分 Settle 容易 来 Next Let's go Perditika Ohio Koli Tida Formal Puribumi Di Sarawa 解释 Perditika Tida Formal 我讲过 Perditika Tida Formal 通常是 注重什么 东西 注重什么 注重读书 注重什么 方面的知识 注重礼 或者是 你可以写 注重可吗 Hiran So在这边 你可以 这个就要 这个要解释一点点 OK So basically 你可以讲说 你讲说 Perditika Tida Formal Bagi Perditika Perditika Dida Tida Formal Perditika OK Tida Formal 不是正轨 不是读书 是Daddy 妈咪教你的 Dida Formal Dida Formal So你记得Dida Formal 是什么 Adala Adala 不是正轨 教育 教你 教你什么 Kermahiran D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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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erti 他教你们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 Bertukang Bertukang 是 Tana Malai Gu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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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awak 有很多 苏林 你们跟我讲最简单的可以吗 我觉得你们可以自己讲Bemburu吧 Bertukang Bertukang不是没有 而是大多数是在Dana Malai 有在我们西马 这边 因为Bertukang是技术活 技术活就是可能 厨师那些东西 他们 Daddy 妈咪教他们 最基本的东西是 Dali Seperti Chara Berburu 或者是 Muramo 阿修 收集 森林 资源 这大家 OK吗 So 我觉得 这个 你可以拿一分 你记得 教我技术活 Malai 已经有没有 看书了 Dida FORMAL Dida FORMAL 我重复多一次 FORMAL 才是参数 Dida FORMAL 不一样 坎素 你们可以不要跟我 写 拼音吗 喂 我会误会 看不出 OK 通常 Daddy妈咪会怎样 跟你们讲 他在教你们 这些SKILL的时候 他会怎样跟你们 怎样教你们 通过什么方式 我会认误会 然后是有关系到 yes 有关系到 所以你可以写 有一些老师要你们写 有些老师在你们写 这一答案的时候 试试啊 还有你们写 你就写给好 所以你记得通过讲故事的方式 通常他们都会讲那些 有关系到他们的传统 习俗 选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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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这会跟他们的传统 有关系 风数诗语管 berkaitan dengan amalan dan kerperjaya 然后他们的故事都是有关系到 他们的 amalan 照句报 没有很难报道的 因为这个不是考 这个不是考国语 所以他们没有这样 建议 about 你的 Tatabasa so it's ok as long as你讲 ok吗 来 at the end of the day everybody 你认为 请问教育什么重要性 很多 Kepentingan Peditika Dalaki Tatabasa Maramu 就是很像 Mamu 收集 生灵 资源 不要用 Petumbuhan 这个字 因为这个字 是用在 植物成长 我知道你要讲 它有助于我们 社会发展 我觉得你写 Pembangunan 或者是 Kemajuan Manyumbang Kemajuan Masyarakat Dan Negara ok Petumbuhan 不是 ok unless你给我讲 Petumbuhan Economy ok 因为你要给我讲 Growth of什么 Growth of Masyarakat 有点 特别啦 Now 大家其实这个答案 就很难的 你给我讲 读书的重要性 是什么 读书重要性 就是so that 我们的 我们的人 会越来越怎样 我们的人民 会变成怎样 Bandai yes 你给我讲 人民变Bandai 然后就可以怎样 人变Bandai 我们的人民变Bandai 然后就可以发展 国家 对可以 我们的 ok 那 有学生问 老师 这个答案 还有这个 可以不可以各自拿一份 可以 你要拿各自拿一份 你不是分开写 你也可以分开写的 有人问我 刚刚有人问我 可以分开写 各自哪一分 可是我是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他们都是一样装多 我觉得你写一个就好 可是我写两个 因为我都给你们讲 我每次背东西 我都会背两个 我会背 就是我会背两个 四个两个四个 这样子我通常都是在背 我没有背Odd number 我没有背Odd number 因为你看你的分数都没有Odd 这个比较奇怪吧 可是通常没有Odd的 OK OK 我给你我的答案 首先我写 可是你们知道的 你们的学校考试 我有跟过你们讲 我在班上有跟过学生讲 如果你学校老师有要求 你们写什么 什么 还有什么 Ci 对 如果你的老师要求你写这个 format给他 你就写吧 我一个学校讲什么要科三 有吗 这里有学生有讲到这个东西吗 如果你们的学校没有讲到不要压力 你的老师没有讲 不大把这你有错 没有没有没有 你的老师没有讲是好事 你老师没有讲的话 你就像我这样的写 你就写 就是你可以写 就是你可以给我全部都是 或者是你给我 你照样拿来满分 只是我跟你讲一什么 就是有一些学校老师要你们走这个路线 你就做给他吧 因为你的老师要嘛 就是你给我一个point 然后你给我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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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给我 然后你给我 就是个 然后记得 不要重复之前 你讲过的东西 就是写一个 有关系到的一个 就讲 我们的国家 会越来越繁荣 因为我们有教育吗 就繁荣咯 耶这样子 如果你老师没有强调at all 不要理他 不要去写这个 你就想 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了 好像example的答案这样子 因为没有强调了 其实说法没有强调过 一定要跟着这个这个方式 就是没有强调过了 一定要特定跟哪一个方式 所以你看 第一个 所以当我们有很多聪明的 有知识的小孩 你不要写比较 你就写 有知识 所以你讲第二 我们的 你可以换去 你可以换去 只是因为现在 我把你们 upgrade一下 写这个 就是你的 个人品行 个人的 那个修养 很好 peripadian的意思是个人 你的个人的行为 举止是很好的 你不要写这个答案 你可以写 berdamadun 你可以写 bermoral 在这里有两个学生 给我答案 very good 重点在于 你要写出来 my dear everybody 所以你看 你们如果有答案 你们就给我吧 然后有个学生 讲 你跟我讲有知识 就不会被骗 那个是你 OK 可以 是行为 行为高尚 然后你可以解 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 因为你有知识 你有知识 你的思维能力 你想的东西就不一样 那么你生活水平就会提高 Example 或者在你有读书 你就知道 Covid是怎样传染 所以你就会改善你的生活 就是很像 你会开始 穿口罩 吃vitamin C everything 所以你的生活水平就会提高 明白 是吃口罩 穿口罩 sorry 然后你的生活会越来越 sajato 然后最后个 发展国家 刚刚 my dear 你刚才不是讲 pertumbuhan 是不是我跟你讲 不要pertumbuhan pertumbuhan很奇怪 放这个字叫 国家得以发展 国家得以发展 所以教育很重要 你不要写 不要写 你就写 国家得以发展 国家得以发展 也OK 国家得以发展 也OK 没有问题 繁荣 进步 都OK OK吗 还有没有别的答案 如果没有别的答案 我们就move on 那重点在于 everybody要写出来 要写出来 now guys 我明白的 有些时候 你的考试题目 他当然不会像短短 这样简单 他一定会有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马来文字 不要理他 如果你真的是看到那个字 你不明白 他在讲什么 不要理他先 先focus on 先focus on那些字 你会 先focus on那些字 你会 后面有一大堆 一大堆 那些有或没有 都不要理他 看你会的字 然后问你自己 我可以不可以回答到这个题目 然后你就写答案了 不跟班的economy 是属于 虎来要appoint 不跟班的economy 算是 没有要看你讲写 你要讲它是economy也可以 因为你有教育 基深经济 可是你既然问到这样 我觉得你可以 发展国家 是你的point 然后你可以跟我讲 economy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可以用这个字 meningkatkan per bangunan negara 是你的fakta 然后你的huran 你可以写 你讲说 你可以 你可以结束 dengan ini perkembangan ekonomi negara akan berlaku 发展 经济 如果你要写 你们的老师 需要fakta 他忽然jonto 这时候我 因为我之前有教学生问 然后有一些学生老师就讲 我没有叫你写fakta 我没有叫你写jonto 你可以写fakta fakta fakta 你可以写fakta 我直接 没有我只是给你们sharing 所以你们double confirm 我们的老师很free的 这样你要很爱你的老师 你要谢谢他 他很free ok everybody question number two now question number two over here 来吧 很好 16世纪 我讲过的 要看清楚世界 16世纪 perminta antrada barangamaywa maningkat do namakaduwa janisbarangam barangamaywa 16世纪 那外国人 想要买这些barangamaywa 请问这barangamaywa 是什么 你看我没有去管 后面这个什么 什么rebutan 这个因为不是重点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不会rebut rebut是抢 just in case 你不懂什么是rebut rebut是抢 我讲过好的 你不知道那个东西 你不要管它 我们focus on那个会 barangamaywa 来有什么东西我们会 te sutra bichetima te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还有别的答案吗 讲真一句 你不懂什么答案 这种题目 两分 你给我四个答案 给你的老师去选 你明白我等一下 if you not confirm 那个answer 那刚刚我讲过好的 barangamaywa barangamaywa 那些人特地大老远 来我们国家这边买什么 来我们这边国家买什么 中国的东西先 因为我讲过了 他们很喜欢中国的茶 sutra tambika 对吧 中国瓷器 中国丝绸 中国的茶叶 当然也有 给我们买 还给我们买什么 16世纪好像没有 bichetima 我的 idea 16世纪还没有挖到 bichetima 是ermas 的 bera 很少看到 bichetima 对 所以大家你要小心 这些细节 ermas bera 还有什么 16世纪 其实大家 要来买这东西 除了买中国东西 还有就是要买什么 香料 香料 所以不要 要被bichetima 而是要记得香料 rembaratus yeah you're dash ok吗 so to be honest if you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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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题目写 namakandu 但是如果写四个 的话没有分吗 没有关系的 其实 照理来讲 是没有关系的 你可以给老师改吗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 你前面两个写错 你可以再改吗 那老师可以去加分 I mean 如果你老师有讲 不可以我加两个 你就两个咯 如果你的老师有强调 据我所知是可以的 ok 大家要小心 bichetima 没有 bichetima 没有 因为这是16世纪 ok来 这个 他跟你讲 bagaimana ka revoluency perindution 导致到什么后果 Tradab k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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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a abat kdata kdata OK so 你就是告诉我 西方国家 开始做这个revoluency 然后有什么样的后果 会带来有什么的后果 everybody 你记得我讲过了 什么叫revoluency perindution perindution 是指工业发展 工业革命 revoluency revoluency 是革命 革命或者是改革 改变 means it's a big change 各位 工业发展 怎样 对 他们要找 新的 pasaran 可以 可以结束 这个是一个 kdata 对啊 menjari 所以你看 如果你的老 我讲过我的 我要快 所以我直接 写答案给你 如果你的老 是要你们 照句 就写 revoluency perindution 是什么 menjari 或者是你可以写 kdata 如果你的老师 叫你照着那个 照着那个 照着那个 怎样讲 照着那个题目 写 你就照着题目 写吧 你跟着你老师 没有错 只是因为现在 我要快 所以我就写 kdata 阿达拉 因为我要给你们 一起做 essay 我怕做 来不及 如果 超来不及 的话就拍照 所以你记得 kdata 你假如说 之前的 k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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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 开始 menjari pasaran baharu untuk memasarkan barangan merika right 还有呢 你可以告诉我什么 他们需要什么 需要更多土地啊 selain itu mereka memerlukan tanah 就这样 可以啊 你可以讲 因为他们需要很多的资源 我会写 因为我会讲他带来的后果 我会讲他直接的后果 就是他需要很多土地 他需要去得到资源 你可以讲说他们要 瓜萨巴萨 需要满足他们的需求 我写错 我的句子有点怪怪 我应该讲说 他们需要去占领土地 他们需要去占领土地 满足他们的需求 因为他们现在需要很多 的资源 原材料 所以你看到吗 满足他们的需求 OK OK 人跟我讲老师可以写 可untungan maximum 可以啊 但你哥本里没有写啊 只是在我的 我这边没有写到啦 barangan dikeluarkan secara besar-besaran 可以 mencarikan pusat perdagang 可以 所以你可以写 呢 Seterusnya Kuasa Barat Juga Mencari Pusat Perdagangan Baharu 你甚至是可以告诉我 guys 是谁开始去做这个决定 要去占领跟控制土地 跟来到我们国家这边 你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国家 做这个决定 来到这边 得到资源 那个也是一个后果 因为你要告诉我 这些国家来 所以你可以跟我讲说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这些国家都开始 OK 来大家 十九二十世纪 Factor Factor 可达档恩 4分 你们有什么想法 OK我叫你们我怎样背 OK 我背的方式是这样的 大家 我们的国家 最厉害的东西是 土地肥沃 很多资源 So 你可以写 Antara Factor Factor 可达档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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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自己吵啊 因为我太 我要快 我要快 阿达拉 OK 我写 可达档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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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只是四分嘛 然后我们有很多答案嘛 但是如果你怕讲 我怕猜 等下没有分数 你不写啦 我可以中个大罗 啊 你怕啦 啊 可是我不怕 我就刚刚写啊 然后你可以讲 Selaya itu Negara kita Kakaya Sorry Membunyai 很多资源 Kakayaan Hashu Bumi 很多资源 Again 你如果真的真的很怕 你不是写哦 Sepity什么 Example 我们有什么资源 啊 这个时候 19个24D 你就可以写什么 BJ D 嘛 明白吗 这个 Sepity 你如果 你这个真的怕啦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怕的 就算我以前也是怕嘛 就讲 中个大罗 中个大 Copi 这些哦 你这样子你就拿两分了 大家 很容易哦 然后这时候你就写你喜欢的答案啊 Industry 某个 Teen So你可以讲说什么 Pekengbangan 因为我刚才讲 Geta 我就会写 Teen跟那个 Karetha 所以我会写 Pekengbangan Industry Karetha Belaku Belaku 如果你记得 因为我们生产什么东西 我们生产 Taya So Buka 是Buka Sajjaj Itu 还是Buka Itu Sajjaj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一下 因为我怕 我写出去啊 有些人操啊 又管 那个 Batabasa Buka Itu Sajjaj 还是没有差别 因为我以前 以前我的年代是学 Buka Sajjaj Itu 然后现在又Buka Itu Sajjaj 我记得有学生跟我讲过 OK Which means我 宝刀未老 耶 是这样用啊 浪浪讲话 Sorry啊 没有啦 因为有些说 我 我听到学生在那边 念念念 就会学哦 Industry Mengertin Buka Itu Sajjaj Ibuka Industry Mengertin So 你就这样说 导致到我们需要 很多的 Yang Mengertin Hello Ni Zo Tin 那种 Sajj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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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Ni Ki Sajjaj Buka An Teru Saj Sajj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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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我再强调一次 如果你真的很担心说 老师我真的觉得这个不可以 我的老师家要一起写 如果你担心 你不是写给他多几个答案 写多几个不会错 写多几个不会错 但是你不要像我这样 因为我现在写给你 可以吗 我的考试不可以写 short form哦 不能哦除非你的课本写short form 所以什么阳啊可怕的灯啊 不可以写short form no 不可以 ok啊除非你的课本写short form 所以你记得always follow text book ok sorry everybody right now let me show you the answer for question number 3 question number 3 那个 strategy我个人觉得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go through啊 so我要给你们那个答案啊 is it ok everyone 321 let's go shall we ok let's go 啊这个 strategy我觉得太直接了 就是人家example strategy strategi pakatan strategi pakatan strategi pakatan 什么意思 就你跟我讲他们是合作 你一定要跟我讲 你一定要跟我讲到这两个重点啊 你就跟我讲啊 啊 啊 pomofakatan b'laku b'laku 就是他们跟别人合作 一起定行一些事情啊 一起做一些事情啊 就是pakatan 联盟合作 so啊 他跟你讲 belanda 是一个很aggressive的国家 可以告诉我 他要用什么strategi吗 所以你看啊 有些时候哦 你读快快读完整个句子 就是你记得 Ringkas Rumusan Rumusan Ringkasan 快速的去理解 这个题目到底要表达什么东西 可是快速的理解 不叫你只是读前面啊 我看到有些学生 只是读前面 后面就没有读啊 no that's wrong 你要先 你要先读 belanda ok他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然后他是用什么strategi 他都可以讲他是aggressive哦 所以你要告诉我啊 他用的strategi就是打仗啊 然后你要解释吗 这里解释吗 所以你要跟我讲他打什么 他打什么国家 所以你跟我讲他是serangah physical 他打什么国家 啊 所以你看你要解释没有哦 啊 你可以解释你可以讲哦 serangah physical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maksud 然后你记得他们在什么时候打 serangah1965年在布拉邦国 然后serangah1782年是打Joho 这是你本来的 所以你看到没有我跟你们讲过的 如果如果是我啦 我一定会背那几个 我一定会背那几个 我一定是背这几个 因为 因为我知道啊 他们两个用同样的strategi啊 一定是问那谁的 一定是问那几个 serangah physical 这样的方式哦 然后最后一个他问你 你如果是一个将军 等待干如果 你看啊 guys 你不知道什么叫 可是你会吗 你不知道这个字 你不要跟我讲不会先 不要理他先 我就讲 ignore 猜猜猜 你guess猜 他是什么意思 OK你是一个 OK 你看这个字根本就不影响你发挥 他问你你会用什么strategi 去阻止你的muso muso是敌人 啊 啊 let's see 有些人跟我讲到是 其实我不明白什么是muso 其实我不明白mumata 有没有关系 guys 你看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andasoram permipin tentera apaka strategy andabile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你还是明白 OK你是一个军人 所以我要怎么做 我应该会选择什么样的方法 strategi是什么作战策略 然后 有阿拉萨人大 理由 有问题吗 你看到吗 你看到我要表达东西吗 不要因为一个字放弃整个题目 不要跟我放每一个题目的空 不要空 你空了你就输了 你真的你空了你就带我这里 你放弃了 这样你还要去考试这种 不要 不要放弃 啊 不要放弃 写 不明白 不要跟我讲不明白 你不可能每个字不明白 你不要跟我讲你连 permipin都不明白 如果你不明白 这样我就不到你啊 我就会跟你讲 Good luck God bless you 我会pray for you 真的 啊 你不可能什么字不会不会的吗 啊 所以你要你要你要想进脑 要绞尽脑子啊 回答了 所以你可以你可以讲 啊 啊你看这是我的法大咯 我就讲了啊 啊 为什么 建立起关系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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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clear 啊 你讲啦 啊 啊 Untuk menjamin keamanan negara kita 你可以解ak Kita dapat memupuk Persefahaman Dan toleransi Supaya menjamin Keamanan negara kita So,你看 Fakta Hurrayan Contoh So,你就解ak Ini adalah Tiga point Dua 你可以告诉我 Okay 因为 Use strategy physical Use strategy physical 打掌 Then,你可以加以解释 你讲说 我们什么情况下才会打仗 当我的敌人变aggressive 因为没有办法 人家都attack你 你还要傻傻的 make人家钱合约 No 人家既然是暴力了 这样我们就要以暴制暴 没有办法 我要保护我国家的安全 所以这是两个point 然后这是那个 其实这两个 算是 Hurrayan的一种 but你要把它 label as gentle 也可以的 就是你要写下来 写好好啊 Okay Everybody here Then,那个 inference 你就写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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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aga inference 我们的国家将会怎样 安宁啊 安全啊 怎样哦 啊 我们要 你记得我们要注重的是我们国家的利益 Mengu Tama kan Kepentangan negara 要注重国家的利益 确保国家安民主权 OK So if everybody you done Let's go to the next page over here Let's go to the 啊 Question Bout one The essay 那这个 essay呢 呃 主要是跟你讲也是一样的东西 要factor factor so来大家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题要跟你讲什么 Huraykan Faktor Faktor Pallosa Guasa British 19世纪到20世纪 啊 so根据你们讲的嘛 呃 看你们喜欢人家写什么答案 我会走那个路线啊 就是说土地肥沃 因为我记得我们国家是土地肥沃 很多资源 然后土地肥沃就可以中Geta 那么中Geta就会讲到坐车 看到吗 啊 我是这样子背 我是 我通常是背这个先的 我通常都是背这个 Subotana先的 我一定会讲Subotana的 OK 然后因为我会讲到Geta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第二个点 然后我讲了Geta 你记得我们讲资源 Kaya Hashubumi 然后Supporti Bijeti 还有很多啦 你可以看到我还有写很多 只是我是这样子背 所以我是这样背 With this I got 4 marks ready 我已经有4分了 然后我讲过好的吗 呃 我有了Geta 我就可以去做Daya 所以你记得Permittan Geta Asi 啊 我都记得安大 所以看到吗 4 5 6 7 Everybody 你看到你的老师家改名字吗 只要你有提到这些重点 然后只要你写长一点的句子 你就可以拿到多1分了 我是这样背啊 然后BJDMA给你拿来做 BJDMA就可以拿来做DNA 给我的DNA Industry 啊 呢 keperluan pergunaan BJDMA DALAM Industry MENGETIN 啊对 我会写这个 所以第6 第7 第8 哦 你 你get到我的意思 你看 我只是这样子的方法背 我就已经拿到 8个point了 8分了 我不用都地去背玩了 but of course 你要背玩的话 你就可以写 Pubuka 然后我们有 然后我们有 Gapau Wab 方便你做生意 然后叫他们竞争 啊 所以记得第9 第10 这个也是可以拆开来写了 然后第11 竞争哦 啊 所以因为这个题目才多少分 6分吧 好吗 所以你就 阿格阿格来写的 你阿格阿格写了 8分就过了 Guys Essay哦 虽然题目是想6分 但是你可以写到 啊 阿图来8 到10啊 你可以给多一点啊 嗯 所以我教你们了 我讲背的方法哦 我是这样子去背 嗯 然后第1 第1 看到吗 他可以讲 所以他 basically 教你比较哦 Basically你要告诉我 三个国家 在用什么方法哦 所以你有看到 我这里写什么吗 我这里有写到 Berlanda Portugese Basically你可以大概解释啊 你可以讲说 那个Berlanda跟Portugese 他们是走aggressive的路线 which is 打仗 你可以大概大概解释 嗯 你可以因为 因为其实大家都懂啊 大家都懂啊 然后你就可以讲英国 英国走不同路线吗 英国就开始有什么 有manipulasi 有tipuhella 然后有那个什么 Berjanjan Yasaka ugutan 啊 so这个是我给你们的啦 你可以写Berjanjan pakatan 你可以写那个 sarangan physical 啊 也ok 没有问题 啊 只是我觉得 因为他要你给我 不一样的东西吗 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给你 比较不一样的答案哦 因为这个只有British 所以说这三个只有British在做 你的Portugese跟Berlanda都没有做 就没有去执行这个strategies so example 你在manipulasi的话啊 我就有解释哦 啊 example 他们manipulasi你的 Berraq的那个王位事件啊 啊 我导致他们可以讲 Portugan so啊 你可以看到 Tipuhella 就是Binang哦 你的British得到Binang 通过Francis 有Tipuhella ok 然后你记得 Pajakan哦 Pajakan是用来得到 那个Saba 你的British 是用来得到Saba Pajakan是一起有一个方法 Desakan就是你的 British得到S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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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到你英国人可以占领 他们的土地 啊 so这四个strategies 是只有英国人在使用 所以我才会写这样子 ok 然后Kibad 请问 解释 Kesan Jika Kadaratan Kita 如果我们国家的主权啊 Koliyal 大家 Koliyal 这个是Kadaratan 我每次在巴掌有教啊 可是还是有学生不会的 说怎么办呢 遇到这种题目的时候啊 Guys 没有办法 你只能够看采 我认真的 Even though你做考试 你的Language paper啊 国语英语啊 你一定会看到一些 Bombastic word 什么叫Bombastic word 就是那种 哇 很难的字 像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啊 其实你有看过的 在你的课本 或者是你书本的某一个角落 只是你不会吧 只是你不会吧 我认真 所以That's why你要靠采 请问有什么后果 如果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国家的什么东西 被The Gugat Let's say 你更糟糕 你两个字不明白 通常啦 我看到很多学生 他们不会做K-8 是因为这 这些关键词啊 不明白 Kadaratan The Gugat 不会 所以没办法哦 你只能够猜哦 有什么后果 如果这个东西 在我们的国家 变这样 The Gugat 你要猜 The Gugat是好的词 还是坏的词 Positive or negative The Gugat 你们觉得 The Gugat是什么意思 Positive啊 哇 错了哦 我是这样子背啊 Guys 我是这样背 The Gugat The Gugat 你看啊 The Gugat 跟这个 Ugut 就是有点像 我是这样背 我以前也是不懂 The Gugat是什么意思 我靠采了 我发现 Ugut跟 Gugat 是 蛮像一下 因为我背了 Ugut 是威胁 逼人家来背 这是一个 negative的东西 不好 被威胁 被逼迫 所以其实The Gugat 是被威胁 现在我们的国家 的主权 被威胁 所以我是靠采 你看 The Gugat The Gugat The Gugat 全部这些字 是不好 所以你看到 你现在开始 要背这些 马来文字 Foam tree Master掉 这些马来文字 The Gugat The Gugat The Gugat 所以其实好像 好像不好了 对 对 像来 Unjump 像威胁 像带有攻击性 所以你记得不好 No good 所以我们国家主权 会怎样 如果我们国家主权 被威胁 可得 但指的是主权 你这样会发生什么事情 国家的主权 就是国家没有权利 Imagine我们国家 没有权利 政府没有权利 国家没有权利 政府就没有权利 你觉得我们 我们会有什么后果 人民就会被影响 别的国家 就会占领我们 别的国家 占领我们 还要控制我们的资源 我们人民 会不团结 然后 你可以有很多答案 所以我给你比较难 你的答案 例如 Mindarayat Demanipulasi 我们真的是会被影响 所以你看 我用回我们的 我们的课本里面 答案 Manipulation 我们的思想会被操纵 所以你就给我 Jontor Jontor就是 你看 Jontor Fillam Lagu Hiboran Laban Web Laban Social 然后你记得 我们的国家 没有方向感的 现在 我们国家 不能够自己做决定 你没有主权了 你不能够做主 你不能够 Planning 你不要把你们 燃杖 Haladujo 你不能够去规划 你国家的VC Haladujo 就是你这样 方向 你的VC 你的Mis 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记得 我们现在做什么东西 需要得到 他们的同意 因为你不能够做主 你什么东西 都要问过别人 我可以这样做吗 你要问人家意见 Mindarayat 如果是我 我这一部写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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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darayat Mindarayat Approval Planning Planning 可是这个也是可以 Planning 对你们来讲 是比较容易的 你们学这个 我纷范的教你们 更难的马来文字 Ok 所以你这样子 就拿四分 你讲所有的财富 将会被exploitation 国家将会落后 Mindar是指落后 所以你记得 我们不团结 然后你记得 你们的国 因为我们的国家 现在被人家占领 Planjajan Mindarayat 所以你记得不团结 为什么我们的国家 会不团结 你记得 统治者是不会让我们团结 Planjajan 是不会让我们团结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团结 其实就会反抗他 所以他会把我们分裂 Break And rule 什么叫Break and rule Planjajan 这个字 其实这个字 你们会在 Chapter 5学 可是像我教你 Planjajan 的意思就是 Break 如果你会英文 就更好 Planjajan 就是破 破裂 你的英国人的管理方式 就是让我们的 政府破裂 就是不要我们团结 四分五裂 当我们四分五裂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管理 Rule 就是管理 比较容易控制我们 因为你们不团结 但是你们团结的话 你们是不会 你们不会 这么容易被我控制 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是 Kassan Kadalata 的Google 如果你被占领的话 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以吗 If everybody You're good Guys I will continue Teach 如果你们 要走的话 可以先走 But 我会继续讲 因为我要给你们 看完那个答案 OK So everybody 我们有三题 三题到四题 这样啊 三题吧 三题吧 So should be OK I think within fifteen minutes 我们可以 settle 的 OK 来第二个 Chapter 2 NNS OK NNS So 哇 Basically 直接给你来一个 直接的 请问我们在 Kadalata 没遇到什么问题 Masala Dihada Piolik Kadalata 你的Kadalata 控制什么 州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Kadalata 控制哪一个州 I haven't finished my day of fusing 你可以screenshot 或者是等一下 看回video Is it OK 等一下看回video So来大家 来科大师 控制哪个州 哪个NNS 你记得 你NNS 有个学生 刚刚有个学生 跟你讲SPM So哪一个 哪一个州 S P or M 但是 P 对 Pula Pening Pula Pening 你记得 Pula Pening Pula Pening 就是那一个 被Kadalata 控制的人 So之所以 他们会有 你记得 他们有问题 等于你英国人 才会进去 Manipulasi 什么问题 第一个 抢王位 第二个 Anjama Kadalata 你也可以 直接给我讲 是Anjama Siam 对 你可以给我写 或者是你可以给我写 Pura Pudan Data 也OK 没有问题的 你照着我的 NNS 也OK 没有问题的 这Pula Pula Penta Tata Sorry 我看错 我看到写Pula Penta Guasa Oh my god OK 可能因为太神了 这个颜色 我换一下 Pula Penta Guasa 或是 Anjama Azim Anjama Azim 你给我写Anjama 像OK 没有问题的 So 来 大家 到底怎么样 Bagaman 跟Francis Light 占领 你们的 Pening 其实 十分容易 你跟我讲 它用 Francis Light Mengunaga Tipu Hela Strategy Tipu Hela So 你可以讲说 他们用 Tipu Hela 然后他们签 合约 跟你Sutan 你就开始讲 故事哦 你跟我讲 Mengunaga Strategy Tipu Hela 一分 然后你跟我讲 他开始 跟你的Sutan 签合约 他在合约内容 里面提到 什么条件 他在合约内容 提到 Bajanjai Ini Sorry Francis Light Bajanjai Bajanjai Bahawa Shti Akan Mengunagi Sharat Yandipohon 就是 你还记得吗 他在合约里面提到 我们 Shti 公司 它代表 Shti 公司 答应 所答应 所谓 满足 你们所有的条件 所以你可以写 Francis Light Bajanjai Bahawa Shti Akan Memenuhi Sharat Yandipohon So That's why 你的Sutan Abdullah 就OK 要你们的 Francis Light Peneng So 你可以写 在这边 Stop 因为其实 已经拿到 分数了 当然 如果你要跟我讲 有些学生 不记得 中间的 故事啊 你自己跟我讲 后面 我们发现到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的时候 你的Sutan Abdullah 反抗那些东西 这个答案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这个还好 你可以不用跟我写 这个 你可以直接写 前面这四个答案 就OK OK 你跟我讲说 Bajanjai Bahawa Shti 会帮他们 然后他们 才会给Bineng So 请问你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学到了什么 Ikibah 看到吗 其实你就算是不知道 Ikibah 是什么意思 你也可以讲 你自己的 Dipalajari 可是你记得 Ikibah 是指 Lesson 知识 教训 你学到的第一个东西 是什么 要谨慎 Bahata Bahata OK 不要被他们骗 不要被他们 诱惑 Dipalajari Bahata Janji Guassā Bahata Guassā Sing 然后记得要解决 聪明的解决问题 不要什么东西 就去找别人 然后第四个话 是要人民团结 第五要合作 人民跟领导 就要合作 不然的话 每一次都找别人帮忙 So 1,2,3,4,5 so,again 如果你的老实验 你写facta,whorayan,jon,ton 那些你就写 你可以加小心谨慎 然后这个就做你的whorayan 可以啊 没有问题的 这是你的facta 这是你的whorayan 不要被骗 不要被诱惑 所以聪明的解决问题 所以你可以讲说 这个是你的facta 聪明的解决问题 怎样聪明的解决问题 就是不要去找别人 所以讲 我们人们要团结 要合作 一起解决问题 ok so,你今天fakta,whorayan so,next one question number two 他问你 请问谁签这个合约 Berjanjan,London 只有两个国家 就是你的British 你看啊 这个你就不用写国家名字 你就不用写Britan 你可以写British 他问你是谁 哪一个势力 哪一个国家势力 啊,所以你可以跟我讲British and Belanda British and Belanda 两个哦 ok 所以你可以跟我讲British Belanda 两个人签而约 ok啊,没有什么特别啦 then next one 请问他们条件 同意啊 同意啊 什么条件 然后我刚才跟你们讲啊 三个条件 三个条件啊 所以你要告诉我 英国 新加坡 所以新加坡不啦 我写错 Berlander 我讲过好的 英国 现在是怎样 他会退出 Sumantara 把Bangka Hulu 交给Berlander 英国甚至是 Promise 不会 你还记得吗 我刚才跟你们讲过的 三个条件 英国人答应说 不要不要 他会退出 他会把Bangka Hulu 给那个 荷兰人 然后不会去开发 或者是去占领 或者是去居住 在你们的 Indonesia 也就是你们的 Riallinga Island那边 还有其他的岛屿啊 相反的 你的荷兰人 也是有三个 所以这里就是 该叫他承认 英国人 占领新加坡 荷兰人会把 Malaka 交给英国 然后你的荷兰人 也答应说 不会去 占领我们的国家 大纳莱雅 所以答案这里有 1 2 3 1 2 3 So everybody here 可以吗 So这边 4分 所以我才跟你们讲 2个到4个 然后最后个 K8 又是问你 你认为 Apaka Pristiwa Yamuki Tolabraku Sakirayan Pajanget Tesput Di-dat Di-mer-ter-rai Di-mer-ter-rai Di-mer-ter-rai的意思就是 没有钱 Di-dat di-tan-tan-tan-an-ni 没有出现 没有钱这个合约 没有出现这个合约 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嗯 你觉得如果我们没有 签这个英国跟 就是英国跟荷兰 没有签这个合约 你觉得会有什么事情 发生呢 如果他们没有签 就应该是会打仗了 嗯 所以你可以讲 因为他们暴力解决问题嘛 嗯 所以就会有战争哦 Belaku Purperangan 然后你觉得英国就不会 占领你们的Melaka 然后他就不会成立NNS Rial Johoriel Johoriel政府 可能就不会被分裂 然后阿拉 Melayu也不会分成 两个土地 Dua lingongan的意思就是 Dua area Two area Under不同的人的Protection 两个啊 我们讲的保护的地区 附属地区 Lingongan bengarou 啊 两个area的意思啊 两个被不同人保护的area 啊 所属地区 我不会写属啊 但是 明白 是不是这样啊 两个所属地区哦 所以这样他们会继续打仗哦 他们很可能会打仗 虽然这个几率有点低 啊 OK 然后第二个 我们不会得到Melaka 没有Melaka就没有NNS 然后你的Johoriel就会继续很大 然后你的阿拉马来就不会一分为二 阿拉马来就只是东南亚 因为当时他们把我们东南亚分成两个area 啊 就是英国人管理的地方 跟荷兰人管理的地方 OK 所以这个我会讲 蛮OK啦 蛮容易啊 这perjentgen 小心perjentgen啊 我有点担心perjentgen 因为很多 因为我怕你们被很多perjentgen 你们会乱的 所以你们要记得perjentgenlander是最重要的 啊 如果你们有考到Jepter 3 的话就OK My dear 你可以等一下才screenshot 或者是等一下你看那个video 很快的 我都会upload上去了 啊 应该是最多明天 明天就可以拿到 啊 so来大家 the next one over here 来 essay essay so你需要告诉我 到底 哈 Jelaska pertikayan我 Koli pertikayan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好 我们先看些 Jelaska pertikayan yang berlaku antara British dengan Berlanda di Singapura 那我看 我猜啦 你们应该是不会 pertikayan的 啊 但是我先要问你 请你解释 啊 英国跟荷兰 在新加坡 发生了 什么 你不懂吗 等一下我们就叫什么 英国人跟新加 英国人跟荷兰人 发生什么东西 在新加坡 4分 所以你记得哦 英国人跟荷兰人的纠纷 就是 那个 那个新加坡啊 因为他们 英国人占领了新加坡 荷兰人不爽啦 所以你要告诉我 那个纠纷 纠纷 pertikayan是指 那个conflict 那个纠纷 所以你记得 英国人 成功了 占领了新加坡 OK 然后他讲 我坚持 就是你英国人坚持 讲 这个是我的地方 我已经跟了 Johor讲好了 所以你英国人坚持 Tekat Burter card 就是坚持 讲这个是他的地方 然后他还要继续发展 他已经 他讲了 他讲了 然后你的英国人 甚至是相信 新加坡可以成为一个 Plauplan Bebas 跟Panggalan Tentera 一样 Benting 这是你英国人 讲的东西 OK 然后你的荷兰人 就不喜欢 你荷兰人就讲 喂 新加坡是属于 我们的地区 他要求英国人 推出新加坡 第一分 看到吗 你英国 英国 第一分 第二分 荷兰人 这个 这个 其实这样子 你就拿四分 满分 可是 我继续写 我写完了 荷兰人 也担心 新加坡 将会影响到 他的生意 Batawi的生意 因为毕竟 Batawi下的主要的码头 所以这样子 就 五分 OK吗 大家 OK 所以你记得 这个就是那个九分 到底这两个国家 在吵什么 到底他们在吵什么 吵新加坡 来第二个 克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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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jajan London 现在这个合约的后果是什么 三个 Johol变小 阿拉马拉雅一分为二 Sala 马拉克 完完 全全被谁占领 被 你的 Johol占领 被 被你的 British占领 Johol So 你记得 Berjajan 等一下 谢谢 大家看到没有 你老师我做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 我直接 海赛 那个 克散 Berjajan London 我没有读完后面的句子 他问的是 请问 Johol 这个政府 因为这个合约 有什么后果啊 所以你要告诉我是 Johol 所以刚才我讲 Johol 变大还是变小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还要 我们今天还要 用common sense 我们现在叫 Johol 我们还有real 没有了 所以变小了 所以你要告诉我 怎样变小 首先 新加坡 已经不是他们了 新加坡 已经是属于英国人了的 所以你要告诉我这个 所以你看 你可以加以解释 你可以给我讲 Sultan 跟Demengong Baby 签那个合约 把新加坡 交给英国人了 So like this You get two marks here 新加坡 然后Baby 签那个合约 两分了 可以吗 所以你要跟我讲 没有了这个real 零嘎政府 所以第一个 你要告诉我 新加坡 然后你现在变小 以前叫做real 零嘎 就是Johol 零嘎 现在real 零嘎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area 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已经交给你的荷兰人了 所以你要告诉我的东西 这个政府到最后 是被荷兰人灭掉 就是被荷兰人管理 然后荷兰人不要有大王 所以灭亡了 灭亡了 所以你记得 现在是被荷兰人管 Di Perintas Jaya Langsung 所以你记得 没有了 然后就是被荷兰人管 这样子 这样子就五分了 然后你记得 你的八项 宣布 自己独立 因为当时你的 Johol很乱 你看新加坡又被英国人占领 然后你们的那个 real linga又被分去给 Berlander 所以你的八项就是那种 为什么大家这样乱呢 我们不是一起的吗 你明白吗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八项就 那个领导者 Peperjan Kesutani Johoriya Berlaku Ababila Bendaratun Ali Tun Ali 他去要求 他讲既然大家多分了 我们就 我们也要争取自由 利用这个机会 Berbaskan Bahang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答案 到最后他真的是成功 因为大家团结起来 他跟那个当地大臣 大家团结起来 一起去争取 自由 宣布巴汉是自己一个政府 原本巴汉是自己一个人的 只是因为Johol以前强大 所以就控制他们 但是现在没有必要了 因为Johol自己也是很乱水 Johol自己也是不稳定 OK And the 最后最后的部分是这边 来 那些小 screenshot 你就写讯说 然后最后是K8 嗯 Tindakan 也不如 Dilakuka Ole Pemimpin Unto Mengekauke Kedatan Dak Kemakmuran Kerajan 来 身为一个领导者 应该怎么做 To 维护主权 跟那个 Kemakmuran 答案是这边 我们要管理好了 Mentap 不要这样 Cekak 然后要 避免 避免什么样 Conflict 就算有 Conflict 解决 怎样解决 Dalam Nekara 不要去找别人帮 你假如 Mengelakkan Jumpo 当案 我这有写 OK 所以如果你解 这个Faktah的话 这个就是你的解释 Hurayan Johol Dalam Dalam Bese 对呀 然后你假如 Mengelakkan Mengelakkan 什么样 Conflict 你就假如 我们就要团结起来 对吗 你不要有 你不要有吵架 就要make sure 你的国家的人民团结 啊 啊 啊 make sure 国家人民团结 啊 然后我们要管理好 来啊 Bawasan D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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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啊 然后你记得 我们的年轻人 要有读书哦 要有知识哦 啊 所以我们可以 Plan strategy哦 啊 然后你记得 Mengelakkan Ker Adelan Dalam 我们不愿意 VC Misi VC Misi 就是要make sure 我们的人民 是明白我们国家的 发展的方向 未来是怎样的 VC Misi OK 啊 我已经给你 example啦 like Fakta Hurayan Fakta Hurayan 你可以解释 based on this type Can you guys OK Are you guys OK OK啊 K 明白啊 It very very good Let me 再多一些字 Because 我要给你们 the answer 这个是 Chapter 1 Objective答案 So 3 2 1 Go 这个是 Chapter 2的 Objective答案 3 2 1 Go So basically 我们该做好一些 题目 是来 Bi-Kan A Bi-Kan A 我没有做到 因为我觉得Bi-Kan A 我们平时在班上做蛮多的 那么如果你是新学生的话 就是你没有来过DTC 补习的话 你这个你就可以自己try 自己try 啊 So 我们重要的是要写 因为你写的部分 占很多分 你写的部分占了你60分 Out of 80 所以你一定要永远记得的一个道理就是不可以空白 想办法写答案 Kibab不会做也尽量写 写一些有关系到的话可能国家安全国家繁荣 呃有知识 you know 写那几个答案再去一定要写一定要写不要空 可以吗 不要空尽量写尽量写有分的有分的 啊 So你不要靠objective 因为objective就只有啦 20题 OK 这是我可以给你们的建议 So that's all啦 Everybody I hope这个seminar可以帮到你们 谢谢你们 Thanks for staying back 到现在 So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Thank you so much Bye bye Take care Good luck for your exam Thank you so much Bye bye 再见 Take care Bye bye